对于有几个哥哥的幼弟来说 男性朋友往往比妻子和孩子更重要 在工作中与其他员工展开竞争 或者有上司监督时 他会表现得最出色 他在工作中常常一步一趋 如若不然他就会想出一些 稀奇古怪 令人难以接受的改进建议 在幼年成长过程中 他难以在智力方面赶上哥哥 所以就把精力投入到各种运动之中 如跳舞和各种体育活动 如跳舞和各种体育活动的 有时他也会把精力投入到 富有创造性的活动中去 如艺术创作和表演的 有几个姐姐的幼弟 在原生家庭中的 在原生家庭中有几个姐姐的幼弟 常常一生都会受到女性的照顾 在大多数情况下 他也会安之若素 如果她的姐姐控制欲太强 或者对她太专恨 她也许会变得叛逆 如果她可以独立自主 自作主张 那么就会树立很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 甚至理所当然地认为 女性都应该喜欢 并且迎合她 有几个姐姐的幼弟 在幼年时会受到家庭的溺爱 这不仅仅因为她是最小的孩子 还因为她很独特 家里唯一的儿子 甚至也有可能 因为父母一直以来都想生个儿子 一些调查数据表明 有些父母希望自己至少能有一个男孩 而且他们会不停地生育 直到生出儿子为止 正是由于这种特殊地位 她常常不会为了出人头地而努力奋斗 她也许很有能力 却不愿意劳心费力地努力工作 如果她对自己所做的工作非常感兴趣 而且在这个方面的确很有才华 那么她往往会成为自己工作领域内的专家 尤其是妻子可以在家好好照顾她的时候 但是她常常难以在最后期限之内完成任务 也常常在工作中跑偏 当工作有严格的规定限制 或不需要自我边测试 她往往表现得最好 好三分钟时间到了 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读书时间 我们下次再见 Bye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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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